好 政治焦點也來看 台北市金華城的容積率案 持續延燒 現在議員尤書惠 他是直接曝光 他手上拿的 這份最新報告資料 他指控 早在監察委員 劉德勳提出容積率 應該是百分之五十六之前 其實之前的台北市長 柯文哲 他就已經關切過 這個案件了 他說柯文哲 有指示都發局 必須用行政處分的方式 上網公告 金華城的容積率 而公告前 還要到市長室的會議報告 對此民眾黨回應 根本是市議員替好市長 不作為開脫謝責 不過現在確實 如果你看這邊的話 從時間軸來看 像是二零一七年的八月七號 監察院他們提出了 容積率百分之五百六的審核意見 那到了二零一七十二月 都委會說尊重監察院 所以修訂容積率為百分之五十六 但是到了二零二零年 這個額外的百分之五十進來之後 又從百分之五百六十 暴增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不論如何 如果說以尤書惠議員 他現在今天出來講的立場來說 就代表著 這跟柯文哲之前所說的 他不知情跟他相信專業 是有落差的 看起來檢方似乎也有新的調查 一早第四度的借題 柯文哲 那他身穿黃色球衣走下球車 身穿黃色球衣走下球車 柯文哲雙手上口還慌了兩下 因為金華城案被檢調四度提訊 現在議員再提出新證據 時間回溯到零一七年五月 這張市長市會議紀錄 討論的就是金華城容積率案 當時紀錄上寫著 金華城基準容積一億案 請都發局就當年資料 做成行政處分 並正式上網公告 含附金華城 上網公告前先至市長市會議報告 而此案列管三個月 只是議員質疑 明明同年八月監察院才提出容積率 百分之五百六審核意見 為何五月柯文哲就已經如此關心 參加這一場會議的都發局的同仁 那他的解讀是說 就是當時柯市長應該是 就是要求說直接做成五六零 然後不用經過都委會 包括林州民前局長是 拒絕這一個才是 根據專家意見上網公告 究竟哪裡做錯了 監察委員也是在一百零二年 跟一百零四年兩次對好市府 提出糾正報告 尤淑會議員現在只是在替好龍斌 轉移焦點謝則罷了 但當時林州民並無在三個月內報告 直到八月十八號 審刑金直接到市府陳情 林州民以變監方式上簽 表示審刑金訴求是直接認定 金華城容積率百分之五百六 反對以都市計畫變更方式處理 市政府不能把責任推給都委會 以及要求保障樓地板面積等等 都法局回應如果市府直接認定百分之五百六 恐會淪為因人設施之說 建議金華城可以在都委會審議時 提出陳情意見 本府不宜納入未來都市計畫公佔方案 民眾黨替科前市長辯護 然而議員出示更多公文證據 要讓檢調異議離奇 其中到底有無不當同利 華視新聞主持人張仲傑 台北報導 您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晚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